红白条纹 黄色的星星和月亮 这就是我国国旗的特征 霹雳以宝的一家日本餐厅 就把马来西亚国旗的元素 融入寿司当中 以寿司米饭和一系列的天然食材 制成了这独一无二的国旗寿司 可是这又红又蓝又黄的 不都是要用人工色素 才能调出来的颜色吗 而蓝色方面我们是用了 那个蓝蝶化的 汁来煮那个饭 而红色我们是从哪里拿到来 是从那个 我们叫做一个樱花粉 其实它是鱼松来的 它是鱼松加糖 然后它的颜色是从哪里来 是樱花那个汁 然后最后黄色那方面 我们是用了那个 白萝卜 叶白萝卜 然后呢 颜色是从柠檬那边来的 柠檬皮 整个国旗寿司的制作过程当中 最耗使的就是烹煮米饭 和之后加入寿司醋 等待冷却 而接下来的制作过程 其实不会消耗太多时间 在国庆日期间 制作出这充满爱国气息的料理 厨师表示 他很享受整个过程 第一 我是马来西亚人 第二 我以马来西亚人为荣 第三 既然马来西亚61岁的生日 我想尽一点 勉力还有参与马来西亚的生日 陆文杰其实曾经到许多国家工作 不过他认为 我国是个很好的地方 而且也不断在进步 所以最后 他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乡 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力 NTP7 霹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